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均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842集 明艳凡同意修改方案 夏小兰不是傻白甜 他信任汤洪恩 可不代表信任霍晨舟 年纪轻轻就身居要职的 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 霍经理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下午就要回京城 等我亲自问过宁老后 再详谈远辉和东风的合作 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没法做出正确判断的 说实话并不丢人 死要面子将来当背锅侠才丢人 夏小兰觉得 对行业内的前辈和大佬 有敬畏心是应该的 进入一个行业 有点成绩 别人夸奖两句 就飘飘欲先 认为自己能踩翻大佬 那不叫有冲劲 叫傻叉 当傻叉 当别人手里的刀贼 也有成就感是吧 要是没有前辈们的奠基 华国的建筑 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 做事的基本道理 有时候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夏小兰不点头 刘勇自然也往后推 公阳就不用说了 他只有听两个上司的 哪有发言的资格 霍尘州没想到 往外送钱 远辉居然没有一口答应下来 他也不得不正视这个小公司 规模小 资历前 没搞过什么大工程 最拿得出手的就是 他眼下所在的 鹏城市政府招待所 但口碑是真不错 这种口碑 可能就来源于对方的谨慎 四百万以上的工程 利润甚至能做到百分之二十 只要点点头 就有七八十万进账 大多数人才不管以后 修改宁艳凡的方案算个屁呀 要能赚七八十万 从宁艳凡手里抢方案都行 啊 无妨 远辉做事谨慎细致 我也更放心将来和远辉的合作 我们先吃饭吧 霍尘州颇有涵养 他身边的中年人想什么 也被霍尘州打断 吃饭好啊 饿着肚皮谈生意 说不定就要弹出一肚皮的火气 工程交错终 双方的心态都容易放松 这顿饭 刘勇坚持要买单 招待所的服务员一脸笑 先生 霍经理已经结过账了 夏小兰那个仇呀 按常理来说 是远辉去讨好东风控股的负责人才对 这个霍尘州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刘勇喝了点酒 脑子还清醒 霍经理 你这就太见外了 今天这顿一定要让我请 霍尘州笑笑 我们要是合作 刘老板有的是机会请客 下次吧 下次一定让刘老板请 霍尘州本来就住在招待所 是他送夏小兰三人离开的 霍总 我们也不一定非要跟远辉合作 酒店明年要开业 香港那边对装修进度很不满 远辉连这点决断都没有 一个小公司 东风控股还能骗他们不成 把远辉架在火上烧 也炸不出二两油 对方还要考虑 简直拖累了工程的进度 你真以为 我真的是看中一个年轻女孩设计天赋 宁彦凡的设计改了就改了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不是设计出了问题 美花想要逼腿东风控股 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支持 霍尘州吃笑 远辉表面上的老板是刘勇 实际大事还要听一个在校女学生的 霍尘州觉得挺荒谬 他昨晚在电视上看见这个女学生了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第一名呢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 霍尘州是不太相信 夏小兰忙着在华清刷奖 还能是个商业奇才 但没办法 要想拉到汤市长的支持 她还真要主动和远辉合作 这对霍尘州来说也是很不舒服的 年轻还能在国有单位身居要职 夏小兰猜得没错 霍尘州自然是有背景的 她这种人有种通病 通常都是别人求她 一旦她所求之事没有按她设想的来 霍尘州会极为难受 车刚刚离开招待所 刘勇抹了一下额头的汗 小兰 你说这姓霍的啥意思呀 夏小兰从倒车镜里还能瞧见霍尘州站在原地 年纪不大 办事倒是滴水不漏 不管她啥意思 我们不能被她牵着鼻子走 得按自己的节奏来 刘勇猛点头 那个宁老师教过你 咱不能随便对待人家的设计方案 越有本事的人越傲气 幸好你多问了一句 我们要是和东风恐怖合作了 才知道这事 那你就很难办了 赚钱当然很重要 几十万的利润 谁不眼红心动啊 钱嘛可以慢慢赚 刘勇心里还是觉得 夏小兰更重要 考上华清大学 才是老刘家最大的荣耀 万元户在安庆那种地方罕见 到阳城再到旁城 万元户多了去了 可家里孩子 考上华清大学的不多见 要刘勇说 自然是外甥女儿的学业更重要 刘勇这样的 看了几本书的门外汉 都知道宁艳凡的大名 小兰不小心把宁艳凡给得罪了 以后在建筑圈子里 恐怕不好混 这比少赚几十万更恐怖 建筑业大佬的排斥 对建筑系学生来说 杀伤性太大了 刘勇再三交代 让夏小兰一定要搞清楚 问宁老的时候 还要注意方式 夏小兰没有不耐烦 舅舅 我会看着办的 如果宁老那边同意 东风控股真的占了上风 让酒店股东通过了修改后的方案 意味着远辉就要参与到 南海酒店的装修工程中 您想过没有 该怎么凑到电资的钱 霍尘州承诺的四百万工程量 我们至少要电资一百五十到两百万 这俩月 我那边能给您凑五十万左右 可是资金的缺口仍然很大 换了其他工程 可以用建材店那边的供货 来撬动四百万的工程 建材店可以拖着建材厂家那边 但南海酒店的装修或许对建材有更高的要求 非要用进口建材 安家建材可撬不动这事 夏小兰已经想好了 如果让他和龚阳改方案 他会尽量用通过安家建材能拿到的货 就算能拖欠一部分建材钱 远辉至少需要一百万吧 一百万 刘勇根本拿不出来 还想之前那样从银行贷款 可没有试招贷所那么好贷 去见东风控股的人之前 夏小兰还觉得 自己八万块买辆雪铁龙CX20 是减了大便宜 现在他都有点后悔买这车 可是八万块呢 去之前 连夏小兰也没料到 东风控股愿意把工程的四分之一 都分给远辉 刘勇已经很惊喜了 你能凑到五十万